好我們今天那個FORCE 2.0又有改裝了一些新東西 然後再跟各位介紹這樣子 就是我們這個靶手換了凱瑞斯的分離靶手 其實它就是跟KRV車上那個是同一款的啦 它等於是說這個靶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它那個基座它可以去符合各種車型去做設計這樣子 FORCE 2.0非常適合這個靶手 近期有追蹤凱瑞斯的話可能都知道 它有先出了水冷Bewis嗎 水冷Bewis 一樣這個靶手裝在水冷Bewis 上面 然後再來就是FORCE 2.0 水冷Bewis 這種車 真的還是比較適合圓管的靶手 真的不太適合這種靶手 因為這種靶手比較偏接車的風格 其實水冷Bewis 已經比較接近越野車 offroad 車的那個形式了 水冷Bewis 還是圓管的靶手 我個人覺得看起來比較順眼 但是FORCE 2.0它整個車頭的配置 我就覺得它非常適合這個靶手 然後再來這個靶手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它安裝非常簡單 比KRV還要簡單 我覺得啦 如果你自己有一些工具的話 像這些內六角啊 外六角啊 這些十字螺絲這些 假設你有這些工具的話 其實要自己DIY沒有這麼難 只是說要記得鎖緊就好了 這個是凱瑞絲最新的把手 在這台車上 然後呢它DRG其實也有 只是 好像 不是那麼多人裝 所以有的人不知道DRG 有 其實DRG也有 然後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記得如果沒有錯的話啦 你之前DRG是改凱瑞絲把座的人 他那個底座 是共同的 你會少花 一個座的錢啦 我印象中是這樣 如果沒記錯的話 我也覺得DRG也還算適合啦 基本上我覺得 只要偏街車這個類型的 車款 都非常適合這種把手 我知道之前 COSO也有出跟這個 很像的把手 然後它是一體式的 但是 COSO說那個是限量的 好像只有二三十支而已吧 我也不清楚 但是他們說是限量的 只是我覺得比較奇怪的是 COSO從以前都沒有做過限量的這種東西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這個把座要做限量 但KRV這個把 比COSO那個好看一點 而且它又不是限量 還可以選色 選你要的顏色 COSO那是不能選的 這個把手呢 推薦給各位 然後它一樣有手機支架 所以如果你是有 手機架的人呢 你也可以把它直接轉鎖在這個中間 你的手機架就可以置中 其實跟我們之前 介紹KRV是一樣的啦 配置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再來就是它的把手 的角度 基本上跟原廠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不會有什麼 像 有些 改翹把啦 寬把 你的可能騎乘的 手部位置會改變 基本上是不會變的 這個是原廠的把 然後你 這樣子看 基本上呢 它角度是 一模模一樣樣 沒什麼太大改變 所以說呢 舒適性是有的 你的手腕呢 不會覺得說 有的翹把會很翹 會折手腕 或是說太寬 太怎麼樣 不符合你的身材什麼 其實都還好 這個呢 原廠把跟它這個改裝把角度 幾乎一模一樣 不能說百分之百 幾乎一模一樣 還有一點就是說 因為它是一個轉接座 直接 合在它 原本原廠的基座上面 所以說呢 它會稍微 比較高一點 比較高一點 它手呢 會稍微高一點點 角度沒變啦 整體 往上抬了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它 抬高呢 反而比較好奇 就是它手部 會變得比較輕鬆一點 再來我們介紹一下前叉的部分 我們前叉呢 換了導叉 然後是 GZMS的 導叉 那這個導叉呢 基本上我就 不太 需要再特別多做介紹 因為導叉這個東西 它基本上性能就是頂了 性能就是緊繃了啦 所以其實也沒什麼好 太多介紹 只是說呢 它是深壓側 又是高低速可調 所以要調整起來 蠻複雜的 所以我建議 你要對逼真器有一個基礎的邏輯 你再來去裝導叉 你才調得出來 不然 深壓側 又是全部高低速可調 很容易調到亂掉 也很容易 越調越奇怪 然後你就會覺得 這個逼真器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其實是你自己調整的方向錯誤 如果 你是有基礎的人 那再來改導叉 如果你是沒有基礎的人 建議不要改 你不要問我說 這個避震器要調整多少啊 當初一開始在 介紹避震器的時候 就有非常多人會問我們說 這個避震器怎麼調啊 深壓側要幾格啊 這個沒有一定值 你要去知道 你壓側調了會 改變什麼 深側調了會改變什麼 避震器整個協調性要怎麼配合 你的預載 跟你的深壓側 互相又是怎麼樣的去搭配 你要有一個方向性 你才有辦法去調出你的避震器 這個調幾格沒有固定公式 不是我調幾格 你就調幾格 那幹嘛做全格調 就固定就好啦 全部就一個版本啊 幹嘛要全格調 不需要 所以說這個東西 是必須要你自己去調整的 這個我沒有辦法跟你講 調了幾格又幾格 我跟你講 我一格都沒調你相信嗎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相信 但是其實非常多的人來試乘 我的避震器基本上都是 一格沒有調 給你去騎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很好騎 很奇怪吧 所以避震器這個東西 你要真的懂 你再去改高階的 你不懂 想辦法弄懂再改 或者說你就先從 初階的避震器開始改 開始摸 開始了解 這樣子對你自己是最好的 不然你花了四五萬塊 什麼都不知道 那我也不知道你為什麼改裝 OK吧 好 再來一點就是我知道大家有看到這個後照鏡 不要問我 改這個後照鏡多少錢 我沒有在做 因為這個後照鏡是蝦筆買的 我只是 想要裝看看 好不好看而已 那如果假設 後續有台灣的廠商 有開發這個後照鏡的話 我再來介紹 但目前是沒有 目前這個後照鏡就兩個嘛 一個是 Rizoma的嘛 大概快兩萬塊嘛 然後再來就是 蝦筆有很多大陸的嘛 大概六七百塊 都不是台灣做的 而且 而且也未必直上 未必直上 因為它是符合各種跑車的後照鏡 所以它鎖點其實 Pitch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也沒有所謂的直上 所以不要問我說 改這個要多少錢 去哪裡改 沒有 目前沒有 等到有台灣廠商 有做了 我們再來介紹 那如果沒有做 就算了 OK嗎 好 最後呢 工商一下我們的鑰匙圈 好不好 這是我們自己做的鑰匙圈 兩面有兩個logo 就是你買個鑰匙圈就有兩個圖案 好不好 而且我們賣的 算沒有很貴吧 雖然說我們預購已經過了 但是其實我們還是有一點 庫存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去蝦皮購買 我蝦皮的連結都會放在資訊欄 你們可以去點 今天FORCE 2.0的介紹大概就是到這邊 那如果還有新增 什麼改裝品的話 我大概會 兩三樣一起介紹 除非說 某一樣改裝品可能功能性或是什麼 比較特別需要單獨拉出來介紹 我再另外拍 如果沒有的話大概就是 三四樣改裝品我在一起同一做介紹 拜拜